大选日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了 最后总统还归属还有一定的悬念 虽然说大部分的州都计票已经完毕 只有少数有几个州还在最后加紧计票当中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一次大选投票反映出来的 美国人民的一些选择吧 包括就是说对未来的一些预测 那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我们节目的神预测 Charles刘也是真的没有食言 他说这个参加完今年的本地选举之后就回归 那真是回归的很快 Charles好久不见 欢迎你啊 欢迎Charles 欢迎Charles归来 各位嘉宾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就切入话题吧 好吧 Tony你觉得你从这次的投票来看最大反映出来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记得我们大概直播当晚我们走的时候还是觉得Trump应该会赢的 因为所有的摇摆州他都领先 然后我是知道Meryn Bollett一定是会就是拜登会开Trump上来 但没想到会翻盘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对大选的那个计票什么都是有很多争议 但是呢我这里先说了就是说我的看法是美国存在一个系统性的大规模造假票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你零星的那个选票 每次选票 每次选举都会抓出一些但是系统性的大规模做票比如说要冠上十几万票这种可能性我相信是不存在的这个要要很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也不可能瞒得住 所以呢大局上看呢 我觉得Trump 虽然AP还没有call 但基本上说Trump这一次应该是输了 就拜登会赢 但中间当然显示了很多 就是vote这个整个过程中 也很多一些ugly的事情 那这些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但最终我相信是不会影响选举的最后结果 哪怕就是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我觉得也不会改变那个选举最终的结果 那这里呢我有两个体会 一个就是说不光Trump 存在着silent majority 拜登其实也存在着silent majority 这些人可能不会去rally 也不会上街 但是呢 因为今年比较特殊是 大部分是邮寄选票 但是他们就是填一张选票 投到自己信箱的 这个行动还是会做的 这也就是造成了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出了意外的一个结果 第二点我想说的呢 即使 即使这一次川普是输了 但是是输得非常接近的 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共识了 包括一些主流媒体都已经说了 民调机构 这一次是一个最大的loser 这是完全不准 就是那个民调机构整个在胡说八道 对吧 那天我们在演播的时候 就已经指出这一点了 比如说没有人说过什么 弗洛里达什么Trump 可能可以赢三个点的 哪怕说他赢也就是赢一两个点 就是那些民调还要被主流的民调嘲笑 说你这个不可信啊 然后我见过那个弗洛里达 那和拜登赢五个百分点的 还有民调说 Nancy Graham 对吧 要输掉的 然后实际上 Nancy Graham赢了13个百分点 要两位住的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还有德州 对吧 一直说德州是摇摆州 我是从头就不相信德州是摇摆州的 那个 那个反正就是说有好多 包括几个 几个那个秀代州 秀代州 虽然是Trump还是输了 但是接近差不多百分之一的差距输掉的 但你去看看那时的民调 民调都是超过五以上的 所以说 从2020年的那个结果来看 这个民调公司几乎是不能再相信了 就完全不可信的一个 而且就是Arizona Arizona是另一边的错误 就是说民调是显示Arizona是 Trump是赢了 虽然是摇摆州 但是Trump一直是领先的 但开票那天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Arizona 拜登领先的10个百分点 现在它Touch Up 现在但是还是 拜登最后会赢大概两三个百分点的样子 这个另一个方向也错了 所以你这样讲的话 你说民调机构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意义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按理说民调是基于统计科学来的 这是我第二个take 好 我们现在换一个人听听Charles 我们每个人分享两个point好不好 最后的分析的结果 我就觉得你看这几个摇摆州 现在拜登基本上都赢了 但赢的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多 都是一两万票三五万票的这个样子 连George只差几千票 后来说差的只是一个高中的一个规模的人数 这么一个大的州 总体我就觉得这几个反正摇摆州至少说拜登 比希拉里来的时候都表现好很多 至少都赢到了 虽然说laser thin margin 这也说明什么 就是说共和党内部的这些选民 有一部分转向了拜登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或者是原来独立的这些人也就选择了拜登 那就是因为你看你看共和党 它基本上所有的位置 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院的一个位置都没有丢 众议院里面没有丢 甚至还可能增加了两到四个席 最后还确定还不太确定 所以说在这个层面来说 可以说这里面没有什么大面积的fraud 这个去证明 不然说共和党怎么会 那些如果说都是民主党造假的话 共和党他们这些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位置 他们的票数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 只是说这些选共和党的这些人 他们在down ballot上面 他们是选共和党 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在up ballot 总统上面选了别人 他说要换掉 也就是说有足够票数的人认为 这个川普在这个作为总统 在这个位置上 对整个共和党的整体的健康发展 不是非常好 他们想换人 就是有足够的人 他愿意做出这个决定 说他对党不好 但是这个共和党的基本盘 还是在那边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有可能就是一些 比如说共和党的一些年轻的选民 特别是对吧 他可能会对川普的character 可能更多一些质疑 以至于就是说他们可能 我是觉得疫情可能对川普 就是handle疫情不满 因为我是认识几位共和党 因为就像Charles讲的 只投了down ballot 但是总统没有给川普 或者总统他甚至就调话了 或者就不投就是东东 或者总统投Chain什么 就是说也是有的 疫情邮寄选票主要带来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相信年轻人的turnout就要比往年高很多了 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太多 年轻人很容易就一激动就忘了 比如说头一夜宿罪第二天 忘了就不去 而且对年轻人来讲 有时候出这种宅文化出去一趟还挺难的 今年早早的很多人就已经寄了 对吧 现在成本很低嘛 就填个表 然后连邮票都不用贴的 直接扔到信箱 我是觉得我最大的take away是说我觉得预期中的所谓的蓝潮并没有到来 完全没有到来 这是一个完全的是没有应验的事情 我看这个不管是包括就说对民主党这个identity politics这种进步派的这些理念 其实大众并没有接受 或者说甚至有一些push back有一些rejection 我们看如果从佛罗里达来讲很多的这种拉丁裔的这个投票 其实他们投共和党或者说投川普总统的这个比率也在增加 增加 对吧 川普在各少数族裔的得票都增加了 但是白人减少了 特别在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确实是他们这一次比较高的去投川普 在那个我看在德州的那个比较南边那些就其实那个地方 拉丁裔的足以比例比中非常高的地方也是比投川普的票比那个2016年的还要高 对 川普这次黑能票得了12%应该是大概近50年来得票最高的公格当中 而且你们一般是不会超过10的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大家非常担心的这个Prop 16啊 就是说加州要重新回到这个平权法案的这么一些操作 对这个公立学校也好 对政府的职务也好 大家其实本来挺担心的 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上了选票就能过 但目前的结果看是56%对44%对吧 56%对44%被击败 对居然还是一个no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对进步派的这些新的更左的主张的一种排斥吧 这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对我这个是因为稍微有一点意外 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们SBCS一直穿在第一线反对 那个Proposition 16 但是因为从ACF过了以后 我们大家其实这个心态就是近人是平天命了 因为因为在加州这么左的一个大氛围下面大氛围下面大概率的是觉得会输 而且呢我们这边的募款大概是1.5个Million 对方募了22个Million 就是连个零投都不到 所以呢就是大家的义工其实也就是尽力而为的那个情况 但是这个结果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就是最后出来以后 我的tick就是说加州的基本的选民 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偏liber 就是比较左的 但是在common sense上面还是有的 有一些东西上面他还是坚持的common sense 然后我看到就是所有民主党的meta出来的话 Proposition 16都是yes 所以基本上民主党选民也没有跟着就是党的指示去去go yes 或者no 嗯 否则不会是这个结果 对 如果说按他选民的构成的话对本来是铁锅的对吧 应该是铁锅的 以就是川普对拜登的票数来讲的话 就是应该是铁锅的 换句话说这次大选其实使得美国的这个分也就感觉更加的 首先是特别平衡 这一次你看大总统的这个票数多么接近 在这些摇摆州那真的是每一个州的差距都非常的小 那在这个众议呃在参议院上那也体现了同样的结果哈 基本上没有怎么动嘛 目前来看虽然说还有明年医院 在州大概共和党会输掉一个席位多输一个 但是他还是能控制这个参议院 Arizona和Colorado输了 但是呢阿拉巴马赢回来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其实民主党在这个某几个参议院的席位上投入重金 那都是超过1亿美金 他们是投了就拿了5700万在那里 而且这次Linster Graham还是以双位数刚才你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大大范围优势 在在那个肯塔克是肯塔克吧就是米奇麦克兰奴那个 对米奇麦克兰奴不是那是肯塔克对 是他本来他的对手也投了很多钱 因为有几个席位可能是超过那个竞选资金超过1亿美金 对很可怕 Charles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和体会 我就觉得反正就是刚才类似的一个观点 就是美国的这些选民基本上特别是广大的这种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的选民 他们还是想搞某种的平衡 你看像这一次他们也许就共和党的这个基层的这个down ballot 就投给了投给了共和党对吧 中间选民也都选这个摇摆的选民 然后呢他呢他铁杆的川普的选民永远都是选他 他但是已经铁杆的他的铁杆的被子也基本上都已经开发到最大限度 不可能有再多了 中间选民他就是来搞一个平衡 我让你国会和这个Senate参议院和中院继续保持的共和党的票给你 但是呢我们总统要换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说 这个美国的选民还是有一个集体的智慧放在那边 就是还要来某种平衡 因为在过去四年的话的的的确确 美国的这个总体的这个政治这个气候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分裂 这个所以说大家想想来换一换 看看拜登的就是那些中间比较有决定性的选民 想来换一个 但我想听听你们两个人分析一下 就说这一次起到真正swing vote 也就是说这些摇摆投票的这些群众哈 他们是什么构成 因为以往来讲我们说的这个摇摆票呢 通常是由中产家庭构成的对吧 那就是说现在美国这一次大选里头 有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middle class的阶层 再去主张这些摇摆票呢 还是说其实这一次的摇摆票 可能出现在比较年轻的群体上 不会 年轻一般都是支持拜登 所以这摇摆票肯定是存在的 所真我们就不会看到现在这个结果对吧 但是应该不是年轻的 应该年轻的你可以看出口民调 就是大比分的是支持支持拜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觉得还是这个国家的 就是这个稳定器功能 中产阶级的稳定器功能 虽然是大家一直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消失 那如果说真的消失的话 这个稳定器也随之就会消失 那这一次看起来就是说 确实就像刚才两位说的 有一部分的这个摇摆的姿态 可能更倾向于 不管是因为疫情也好 还是其他原因也好 投给拜登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 让人觉得放心的地方 对不对 它就是有一个自我调整 自我自救的一个功能吧 我觉得对于这一个观点还是持比较 比较赞赏的态度 那两位分析分析 就是说你们觉得 川普主要失利除了疫情之外 这四年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主要是疫情 如果没有疫情 它应该稳定赢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离任前 就是疫情之前的经济状况 基本上是如果没有疫情 而且疫情造成一个副产品 就是Mailin Bolet 如果没有疫情 就是各州肯定还是按老婆去选 那我相信Mailin Bolet 至少给了他5%的那个host 因为他的那些选民 就凭就是选民乐情度来讲 因为你选民不乐情的话 你不一定就会去投标战投 但是他在写一张选票的那个功夫 还是有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 就有两个副产品 一个就是说他叛选的不好 有些人就不喜欢他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他的Mailin Bolet 变成了就是邮寄投票变成了主流 就是9000多万邮寄投票在投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至少boost了拜登5% 如果少掉到5% 川普肯定能 当然邮寄选票肯定是取到非常大的作用 邮寄选票就是我们刚才 连你所说的这个Blue Wave 你看这个很多那些 这个蓝区他们投出来的选票 基本上都是80%多投拜登 对吧 所以说在presidency上肯定是这样 但是我是说 比如说congressional的那些seat上 确实没有出来 而且反倒被翻红了几十 共和党抢了5个席位 大概在目前为止 对而且抢了5个席位 你觉得我就说另外一个川普 他比较失败的地方就是 还是他的最早的这个playbook 就是2016年的时候 什么都是以他为中心 把他make himself the issue 现在还是把他自己 作为一个最大的投票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 对民主党那边有利的 因为他的各种的这种 他的态度吧 反正永不认错 他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这些 Never Trump 能够利用他这个弱点 还有是确确实实很多 本来可以摇摆的那些共和党人 就觉得有一点看不太下去了 所以就要换人 所以他这个是他自己 我觉得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调整 认为他一位就是按照他的一贯做法 可以永远获胜的这样一个 我同意 我觉得就是说特别是这一次 让人大跌眼镜的Arizona 这个事情 真的能看出来 你一个总统 登上总统之后 你说话 这个谨言慎情还是非常必要的 他对这个McCain的这些 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些攻击 我觉得就是说他cost他的Arizona 就是因为他攻击McCain 因为McCain在Arizona 还是有巨大的声望和吸引力 或者尊重人家McCain的很多的选民 共和党选民 包括就是说 其实那个传言就是说 川普说对退役军人的这种侮辱也好 其实那个就是因为 他对McCain的一番话 衍生出来的一段话 他这个完全没必要 就McCain去世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说说好话 赞扬McCain一生的贡献 比如说白宫再降个半级 做个姿态 那个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许Arizona可以take了 没有 而且这个东西不光是说take不take 那些选举人票 而是确实可能像Charles讲的 有一些让共和党或者是说中间选民 看到就是你这个真的不具备一个 特别卓越leader的一个基本的素质 就是大家真的怀疑他就是说你这么小肚鸡肠也好 或者是牙字必报也好 这个真的是可能对你做事就产生了一些的疑问 所以这个真的是 从我自己个人这一次这个去拉票 为我这个当地选举拉票的时候 拉到的那些人去投票站投的时候 他们都要从投拜登的这个原因上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当然我拉到的这几个老头老太是华人的 那他们的总体反应的时候为什么要投拜登 他就他就对我们中国人不好 所以我就说不要选他 你要说起来这个 他就非常直接 你看像这边的最标准的Asian GOP组织 但是他们也没有他们也都没有选择 没有这个我要纠正一下 那个组织其实是一个艺人组织的 什么叫艺人组织 代表不了Asian GOP绝对代表不了 而且就是我不点灵了 就是那个组织的 那我组织的其实已经 长期以前就被那个 就被已经被切割了 至少切割了上年 但是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说因为我这一次竞选的时候 我走访了几百个人一直到处都拉票 反正我得到的感觉就是亚裔的这边 除了这个就是中间偏右 或者右派的这些华人 他们老是对这个川普意见 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他一而再再而上的 老是说China virus 武汉 virus Chinese virus Cung flu 因为这个是在有一些组织 是已经自己已经写信给川普说 哎你不要用这个China virus 或者是Cung flu virus 这种情况下 后面他还是一再的 就是在各种每一次谈到这个疫情的时候 在责怪中国的时候 都把这个China virus 当做一个话 没错 我觉得他这个不够明智的地方 我是在说什么的 我倒觉得他光是说了这几个词 但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行动去就是说 真正告诉别人说 这个真的是他们过来的病毒 然后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惩罚人家 你就是天天在美国的国内说这个词 然后让一部分的华裔就产生了反感 另外就是说华裔 这次华人的这个投票 还是压倒性的投给拜登了 对吧 我要纠正一下 亚裔川普这次得了31% 历史最高的是吧 2016年是得了29% 然后他的那个31% 还是比2016年improve了2% 那比那个12年和那个08年更 你说这个是亚裔还是说 亚裔 Asian Asian那不一样 Asian那不一样 因为首先我们这次看到有一个族裔 他们是压倒性的支持 川普的越南裔 这个可以理解吗 对不对 首先就是说 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 其实他们也一定和越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个贸易战 我还可以告诉你 并不是大 只是大陆华人反对而已 台湾华人也是 台湾的华裔也是压倒性的支持川普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客人 台湾客人 他是专程从台湾飞回来投川普 所以这个也不一定 就是说 就是大陆华人 我相信就是说 很多人是因为他说了China virus 就不投川普 但是反过来 包括贸易战 很多人我听到的 他们的 台湾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跟大陆对立 对 而且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川普对台湾好 就是说 卖了高级官员 然后又是军售 然后所以说台湾这一片 台湾华人是压倒性的支持 支持川普的这一次 对 我就说 如果说 我们因为都是大陆移民 就大陆移民不好讲 就是我感觉这次可能是 有史以来最分裂的一次 就是大家可能 因为中偏右的话 那些人还是会支持川普 因为喜欢川普的policy政策 左边其实就是 左边其实说反川普很简单 就是说他说China virus 种族问题 包括他 有很多人说他对中国不好的 然后这个事情让他觉得说 对中国不好也有 对中国不好也有 他觉得说这个很 有一个sentiment在那儿 对吧 对 其实还有一个数字 我觉得值得说 是LGBTQ的这个群体里头 2016年投给川普的是13% 这一次是28% 涨了两倍都多 这也是挺奇怪的 说明就是说 那个左派 极左派打的那些牌 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普通人不接受的 其实我倒觉得说 这些年轻人 因为这次turn out比较高 这个事情让我倒是反而觉得说 也应该相信一下年轻人 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么naive 没有那么容易操纵 从这些角度来看 我知道就是说他的疫情 handle的的确不好 因为我也认识不少医生 就是他们医生上面 就是有不少人是投了拜登 就是很简单是认为 就是说他的疫情 handle的挺差的 特别是不带口罩的这种姿态 就是说包括就是说 对Falke的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批评 你说你 最后几天骂Falke也是莫名其妙的 就完全没必要 当然也感谢媒体 妖魔化他的某些 他不太严谨的一些话 比如说Science Notes那些话 对吧 然后这个让很多人说 觉得他是反智的 就是说你这个人 根本就不相信科学 这个让他也 cost了很多年轻人的票 他年轻人就是一直得票 不能说是他了 任何共和党的候选人 年轻人的得票多不多的 大家觉得还有可能吗 就是说川普 我听到一种说法 不是 就是说从选票来讲 是没有可能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他如果说有微小的可能的话 那就是court 那就会就是 court也不会 哪怕到最高法院 不可能去否认选举结果 除非川普能真能抓到 他对方有大规模舞弊的 对啊 就是舞弊嘛 然后就 比如说你抓到一个什么人 比如印了什么 比如说10万张票出来 这种大规模舞弊的 那个证据 我不相信这个存在 是 可是大家也要想一下 就是说在这些五个 五六个摇摆州 其实每个州 如果舞弊的票 能够超过两万的话 这个形式就已经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 对吧 那选举人票的就真的就翻转过来 所以我不是说希望了 我只是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说从票上来讲肯定是没希望 他如果万一但有0.1%的机会的话 那就是court一条路 court你要遭到对方大规模舞弊的铁证 我们继续关注 现在我不认为我们掌握这样足够多的信息 去做这样的一个推论 我觉得那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觉得基本上也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其实他白宫内部的他们那些工作人员 他现在的心情情绪也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悲观 据说有一点像树岛胡春山的那种感觉 很多人已经在考虑 我要下一步我的工作在哪里 我要怎么去找工作的问题了 据说是普遍的情绪都已经发展变化到那个时候 你也看到更多更多的共和党也都没有出来 没有没有 共和党出来挺他了 就是至少Ted Cruz Lennart Seagrand 他就是还没有像他所期望的这么多共和党会跳出来 今天不是众议院的那个少数长领袖也出来了 当然就是论是的确呢 就是从现在报道上有很多就是说 我们认为是比较诡异的事情 对啊 很多很多就是的确是比较难解释 你说当先首先我们直播的时候 为什么突然到了11点的时候就停止 为什么要停止 对不对 为什么停止了之后到了凌晨3点到4点又开始加速 对 这个是这是有一些fishy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能说 就是看上去就是感觉挺fishy的 那我们也没证据 他对他appearance不好吧 至少这个是可以怎么说 而且就是零星抓出来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什么今天有说的软件错误 Wisconsin的某些county 对这个都是小的了 但是就是零星这一个那一个的话 就是还是有不少 我们继续往前看看吧 那我们这话题也就差不多了是吧 就是就聊到这儿 那我们就接到 今天就会有最后结果出来了嘛 对吧 有几个像乔治的这种person 要等ap call了 就是ap如果没有call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还没有结束 可能还得两周呢 说不定 就是说你像是wisconsin wisconsin准备就说全周去重计了嘛 对吧 他没有重新点完肯定不敢call的 对啊 而且而且切的一段时间 而且ap做事情还是很谨慎的 因为当时那个小布斯对那个那个格尔的时候也是等了很久 确认了他才call的 所以他如果不call的话就是选举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个就是说你也不能这一点就是当川普跑出来乱讲说这个作弊啊什么东西不太好 但是那个你要是说就是说按规矩来讲的话 如果ap没有call的话他还是没有结束 所以说你说他用这个借口说现在concede也make sense 因为当时高尔也没有concede 因为ap没有call的话 Charles你你不打算那小艾虾啊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谢谢谢谢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放卖这个王牌嘉宾 东西席的生日啊 是是是是 就是hAPPY BIRTHDAY 是是是是是 不管有你这个HAPPY BIRTHDAY 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这个东西 哇哈哈哈哈 对啊 我们现在这个来做一个VIRTUAL BIRTHDAY CAKE的这个这个好 呃这个Celebration啊 但是呢这个呢我到时候会送到通你的家啊 然后让你当面吃 现在我们就先不点了 然后你就 这个李安就是作为 做一个VIRTUAL的这个 嗯就我们就因为今天女主持人不在哈 我们就不给你那么呃那么煽情了 我们就就简单的祝Tony生日快乐了 好也不给你唱歌了 谢谢谢谢谢谢 对啊真的非常感谢这么长时间 好谢谢 谢谢